跟大家報告 我們已經跟美國Moderna公司 簽署了505萬劑的COVID-19疫苗的供應合約 那預計應該是第二劑的後半段會開始供火 那該劑 該劑疫苗是為多劑型包裝每瓶10人份 儲放於-20度C可以保存6個月 於2到8度C使用的期限是30天 那一臨床試驗結果每人虛打兩劑 那兩劑間隔的時間28天 那疫苗的保護效率可以達到94% 那我們單位依據我們本部的 症状病防治諮詢文會 預防接種組所定的接種對象優先順序 那依序提供給風險族群來接種 請教那個現在我們有莫德納和AZ疫苗 那優先施打像是醫護族群 他們能夠自行選擇要打哪一支嗎 另外想請教 台灣有兩支疫苗要混打的打算嗎 謝謝 目前沒有要有混打的打算 那當然以後會不會有這樣的情況 那當然要供據相關的 臨床的一些證據 來做這些判斷 但是目前沒有這樣的一個計畫 然後第二個 大概我們就是排好優先順序之後 然後根據進來的量 那就開放給優先的人先打 那當然沒有打完就會再往下繼續再開放 也沒有辦法永久等下去 那就一層一層往下開 那有新的疫苗再進來 那我們還是一樣開放 那優先順序仍然是維持原來的優先的順序 那這樣你就可以讓這個 就是說如果你第一次時間你還覺得有一些懷疑想要第二次打 那這個優先的順序都保留著 部長剛剛沒有回答到就是說我們跟東陽他們 到底他們當時有沒有提出有效文件 因為當時記得指揮中心一直都說他們沒有提出授權文件 跟雅各城是一樣的 那現在又提出那為什麼會有差異 那請那個莊副講話 從頭到尾都講說有授權我們才會進入到實質的談判 沒有授權我們不會進入實質的談判 那時候我記得莊副講說那個授權的時間已經滿了 沒有辦法再提出授權的文件 所以我們就沒有談 那請中路把當初講的話再澄清一次 對 那還有第二個第二個問題就是說 因為不同的疫苗有不同的效力嘛 那我們在疫苗的安排上會不會有根據廠牌的不同 有不同族群的安排 然後再第三個問題是剛剛回應同業就是說 我們這個進來的 那個航班是由我們國航的哪一個航班會開的計畫 而是有沒有準備好了 那是不是他們也都有開始有相關的 那個搬機的 進那個設備的準備 還是以哪一個 哪一家為主這樣 好 這兩個大概對於各種不同族群或不同的疫苗之間的相互的關係 這 應該根據專家對於最新的一些實證的數據提供最好的建議 那我們再照著建議來做相關的安排 然後第二個在這個運送的這個疫苗 那基本上要看最後的合約了 那基本上是會到台灣來交貨的 不是我們直接到那邊去領貨 所以可能飛機來安排 可能雙方還要再來洽談 我跟東陽他們的 他有授權的合約 但他的授權的合約有 有效期 有期限 所以當然到了那個期限 他們沒有再繼續拿到後續的延伸這個授權的期限 那就當然就沒有辦法再繼續談下去 就是莫德納疫苗會在五六月的時候分批進來 想要請教一下說我們大概會分幾批 然後大概每批的數量是多少 然後另外一個是因為我們莫德納的這個疫苗 也需要存放在-20度的部分 那想問一下我們這個冷鏈射點的部分 我們會怎麼樣規劃 謝謝 在目前來講大概有一定的一個期待值 但是這沒有辦法完全去掌握 還是要根據整體的疫苗的一個配送 跟他整體的一個生成量 做一定程度的調整 只能說起頭時間大概是這樣的一個時間 然後陸續 我們會盡量催促它能夠儘快的提供 那另外在冷鏈上面應該是-20度C 對台灣講不是問題 因為以前我們有-我記得不知道哪個疫苗 就是需要儲存在-20度C的一個狀態之下 所以我們22個縣市都至少有一個點 有一個衛生單位一定都有一個冰箱 是有可以儲存-20度C的一個冰箱 所以在這個我們未來會把這個就是莫德納這個疫苗 就是會送到冷凍配送到22縣市的 衛生局或是警官署所指定的地點 那另外就是儲存在-20度的一個設備上 那因為它這些設備可以在這些 疫苗可以再運到其他的醫療院所 那可以放2至8度C儲存30天 因為大家都對於您昨天在節目上透露說拿到莫德納疫苗很驚喜 可以請部長跟我們分享一下 是在什麼時間點的時候確認說我們幾乎可以是 是談承莫德納的疫苗的嗎 昨天下午我們收到他們的回覆 我們的合約有寄去幾天了 那等到他們要來簽回來 那昨天下午就簽回來了 那也是他們也是發布了新聞 我們再來跟他們談說新聞稿怎麼寫 他們就自己就先發布了 嗯嗯嗯嗯嗯